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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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今天来去参加我们这一个神识的论坛讲座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夸代同行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单单一代人 我们是因为有传承 因为又要招接 招办给下一代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两代人 甚至希望求主 让我们能够今天看到也不是两代人 而是三代四代一直这样成全下去 就是你招托在我们的 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去 过我们进度生活 主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长青神学院的代理院长 成熙清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讲员 我们主题是夸代同行 谈取到领事务的传承 以及到教解 感谢主由我们的代理院长 成熙清牧师 也是我们长青神学院 学建神学的副教授 他在我们当中大概有45分钟到50分钟的分享吧 之后呢 我们大概有15到20分钟的档文的时候 在讲座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把大家敬应 如果大家在这个讲座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的 关于这个主题的疑问问题 你可以把它打在那个聊天栏上面 同时呢 如果你们对我们的神学论坛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在聊天栏上面的 留下你的email地址 我们有新的论坛的时候会冲击你的 好 我们就去不宜其了 好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成熙清牧师 成熙清牧师 请 好 谢谢 谢谢梁牧师 首先再次代表创新神学院 欢迎每一位上线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创新的校友 或者是创新的同学 我们这一次的神学论坛的主题 特别是谈到有关于现今华人教会 经常出现的一幅图画 过去多年来 上帝给我机会 能够到超过43个国家的华人教会 在当中有很多的服侍的机会 那在这服侍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见华人教会呈现的一片的现象 或者光景 就是华人教会普遍倾向老化 那不能是一般的现象 更加严重的就是有关于所谓的领袖 这一块 我们看见领袖 似乎中青代的领袖 30多 40多 50多岁的领袖 似乎比较难能够扶到台面上 或者能够去接棒 所以造成了今天有这个所谓青黄不接 在领袖 这个教会的领袖当中 所呈现的这些的问题 那我个人本身 对这一方面非常关注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神学论坛的主题呢 就特别跟大家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 化带同行 教会领袖的交棒和接棒 那我要跟大家从几方面一同来思考 一方面呢 从班的观念或者现象来看 那我另外一方面呢 从圣经的角度 然后呢 再从我个人本身一些的领袖 跟大家一同来思想 今天晚上这个主题 化带同行 教会领袖的交棒与接棒 首先呢 我要先提出很重要的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呢 就是一般上华人教会 甚至机构呢 通常都不太花时间去思考 有关于化带同行 或者交棒接棒的这个问题 这可能跟我们那些的属灵观有关系 我们认为上帝会议备嘛 那到了时间呢 一个人下 另外一个人上 就这么样的简单 好像是非常的属灵的一种的心态 其实这样一个心态 经常制造了很多的 今天一般华人教会的问题 要么就是年长的领袖 到了某一个时间点 仍然还在上面 要么就是很多一些 其实可以出来 可以参与有关于教会的 带领服侍的年轻的童工 没办法出来 那这是一个 我想需要了解的一些的情况 那另外呢 就是所谓的时间不多 我要提出的概念就是 因为没有这样的一种传承的意识和概念 所以通常到了一个时间点 后来想到说 可能我们要找接棒人的时候 但是基本上那个时间 好像已经不足够了 因为呢 已经到了一个时间 有人要离开了 我们才开始想说 那怎么样去产生 我们的接棒人 所以这两个我想是一个 很关键的一些 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这边我稍微跟大家提一提 我认为 华人教会一般上的 谈到传承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谈的是 注重领导传承的交棒计划 在英文的意思就是叫做 succession planning 那我们把那个焦点会放在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交棒 所以呢 很强调的是替代的概念 英文叫做replacement的概念 那而复裂的 我个人比较倾向的 就是领导传承交棒的管理 不是succession planning 那是succession management 他是看中什么呢 他看中繁殖 他看中reproduction 把那个焦点是放在于 无论教会或者组织 一个机构的永续 以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观念 我们着重的是 是几时要交棒呢 还是我们要看见的是 我们能够繁殖 产生新一代的领袖 所以划带同行 要跟大家一同来思考 那个关键点 不是强调succession planning 而是succession management 那刚才梁老师 梁牧师已经提过了 盼望这个传承不是一代的 不是我这一代传到下一代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二节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你注意看我用红色的把它列起来 把它highlight 把它让你看见 保罗说我 而我保罗 他是第一代 你提摩太 你要记得基督耶稣 所赐的恩典刚强起来 你在许多见识人面前 从我领受的教导 你也应该交付给你 所信任而能够教导 别人第三代的人 第四代 或者我们说把它调整 为教导别人的人 那个教导的 这一个是第三代 教导的对象是第四代 所以其实谈到传承的概念 或者我们所说 现在有关门徒生活操练 其实我们要经常有着三到四代 的这一种的概念 来在教会里头服侍 或者机构里面服侍 那首先呢 我们必须要重视领袖的传承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 因为重视领袖的传承 首先呢 它是关乎华人教会 现今的健康 我刚才说过了 华人教会普遍老化了现象 华人教会的带领同工 通常都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年龄点 那所以呢 华人教会面对属灵的健康的状况 其实是蛮忧心的 因此要重视领袖的传承 而且呢 这也奠定了华人 抱歉我那个字写错了 那个奠 不好意思 这奠定华人教会今天的成长 若是一个教会重视领袖的传承 很在乎第二代第三代的话 这个教会就必然有这成长的空间 有成长的动力 有成长的方向 不但如此呢 当我们强调重视领袖的传承 因为这影响华人教会未来的走向 我们都知道 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圣经说大卫他服侍了那世代的人 他就死了 他就离开了 那这其实那一个圣经的经文强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其实每一个世代 上帝会兴起不同的领袖 去完成那世代的工作 所以一般上当我们谈到教会未来的走向的时候 其实有不同的世代起来 这个叫做跨代 同行 一代传承给另外一代 然后上帝借助另外一代 来继续走未来教会的道路 而不是说一定是只有这一个某一个领袖 他所做的决定教会永永远远是这个样子 三十年五十年是这个样子 其实要相信上帝透过每一个世代的领袖 来带领教会未来的走向 当然重视领袖的传承 因为这也决定了华人教会明天的成败 那这个把这四样东西摆在一起来看的话 我们不得不重视有关于教会领袖的传承 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 领袖传承的圣经的根据 当我们谈传承的概念 succession的这个概念 很多人说你们教会搞这一套做什么呢 这不是跟着这种所谓的企业界 他们在讲的这个世界的东西 你谈用世界的东西来讲我们信仰的东西 好像有一点点不够属灵 其实这样的概念 其实我们要先回到圣经角度来看 其实圣经里面提供了许多领导聚成的例子 强调要为下一代意备承接上帝的工作 是多么的重要 在就业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不对 很明显的摩西在上帝的指示底下 将领导的权权交给耶稣亚 特别在耶稣亚在生命记忆三十一章一到八节 非常具体的非常清楚的摩西领受了上帝的指示 把他领到的权柄跟那个象征性的杖交给了耶稣亚 同样的猎王纪上帝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 以利亚先知领受了上帝的带领和指示 因此呢就指到以利沙 借替他成为先知 所以是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一种所谓的领袖的传承 为下一代来议备承接上帝的工作 不能就业在新月里面呢 保罗恶意的栽培 好像提摩泰 好像提多这些年轻的领袖 提摩泰前述第四章第十二节十六节 很清晰的保罗特别对提摩泰 说了那些重要的话不可叫人小看的年轻 只要在原以行为爱心信心 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 然后继续谈到怎么样在他的侍奉当中 来去活出好像保罗作为领袖的那一些的素质 同样的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 保罗也提到他怎么样把这一个所谓的 看重提多来承接 在教会里面担任这个领袖的职责 所以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都很清晰的给我们看见 我们要强调注重领袖的传承 我们要为下一代以备承接上帝的工作 那有一段的经文可能我们比较少注意到的 那我这边特别跟大家来思想 明书记第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我觉得这段经文帮助我们很清晰的明白有关领袖传承圣经的根据 明书记第八章二十三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这是有关立位人的 二十五岁以上的人都要前来任职 在会幕里侍奉 到了五十四五十岁 他们就要从侍奉的工作中退休 不再侍奉 只可在会幕里辅助他们的弟兄净职 他们自己不再侍奉了 关于立位人的质责 你要像他们这样做 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 因为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你只要注意看的话 它里面传到一些非常关键的思想 这段经文它介绍了立位人的福 是有一个明确的开始 有一个明确的接受 在五十岁的时候 他们要从日常的服事中退下 然而圣经也特别强调 这种退下或者退休 并不是完全脱离帐幕的工作 或者会幕会幕的工作 相反的年长的立位人 要承担新的角色 什么新的角色呢 他们要透过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辅助或者守卫 这在希伯来文有不同的意思 就是守护同旁作为辅助 协助来服侍他们的年轻的弟兄 换一句话说 要做他们的coach 做他们的mentor 做他们的良师义友 做他们的导师 为做下一代 特别为下一代来提供智慧指导和支持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宝贵 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也是对今天华人教会的领袖来说 我们应该要强调这样的一种的概念 当然我也明白在现今的世代当中 特别假如你在美国 像我们现在创新神学在美国 你不可以讲年龄 一讲年龄的话就有这个年龄的启示 不可以讲 圣经其实很直接的就说了 到了这个年龄 你要从你服侍中退下 我觉得这一种的概念 跟那个背后的意义 和那一种服侍的态度和精神 对我们今天华人教会 我相信是会有帮助的 不然如此 这个原则对今天的教会的传承 俱成的这个计划 其实有深远的启示 我刚才说了 虽然牧师或领袖 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 退下主要的角色 不过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我觉得这个当然也需要 很坦诚的去谈 因为其实当我们谈到 传承的概念的时候 就谈到交棒的问题 那很多时候我也发现到 我们到了一个年龄要交棒的 这一件事实 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的考虑 这个考虑的过程中 也可能没有安全感 因为这个要交出去了 交出去以后 可能几十年来的服饰 那么因为都是在做带领 做一些的造管 做一些管理等等的一些服饰 那现在角落交棒的话 会下的话突然间感觉 自己好像没用了 好像感觉不能够再被人 像以前这样对待等等 所以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 可能性的难处 挣扎甚至障碍 但是圣经这样的经文 我觉得很重要的提醒 虽然是针对着立位人 不过那属灵的原则 其实用在今天我们教会 无论是讲到有关的教会的牧师 传道或者长职们 到了一个年龄 我们退下 我觉得这样一个圣经的概念 其实是很宝贵的 因为在后面呢 我这边特别说 他们仍然被呼召去 将他们的经验和见解 传授给新兴的领袖 帮助他们为未来的挑战 和机会做好准备 所以其实当我们谈到 交棒和接棒的概念的时候呢 并不是一个交棒的领袖 然后就不能再被用了 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 其实根据这一段的经文 你还记得他们要怎么样 他们要辅助 他们要守卫 他们要从旁卸助 他们要成为良师益友 成为他们的师等等 提供智慧 提供指导和支持 因此我相信 这一段的经文 帮助我们来落实 有关于领袖的传承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第三方面 我们来思想 传承的知和行 那这一些部分呢 我主要是从 自己的一些生命的 一些体会学习 那么从上帝的话语的领袖 把它整合出来 跟大家来谈几方面的 一些知和行的 一些属灵的原则 首先第一方面呢 有关于传承的知和行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操练 看见影响力 什么意思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认为交棒的 就要交给那一些 有年 有点年级的人 通常不交给年轻的人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 今天在华人教会呢 基本上呢 交棒的话呢 大概呢 基本上大概是交给 很少交给三十岁的人 四十岁的人 比如说我们讲牧师 要交棒 特别是主任牧师 或者教会的一些的 长职会的主席 或者是机构的主席 这个神学院的领袖 福音机构的领袖 通常一谈到交棒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很在意 这一个结棒人 有没有年纪 有的话呢 就比较稳 那假如太年轻的话 那可能暂时 缓一缓 等一等 那我们这个华人的文化呢 判重年龄和资历 我个人会建立 我们应该往长远看 我们要看见影响力 我们要从塑造领袖 和培育生命的 这样的一个着陆点 我们来着手 从这个角度来看 甚至我们应该能够 从二十五到三十岁的 同工开始 必须刻意的有计划 有系统的栽培 十年后可以成为 教会团队的领袖 那意思是说 从这样一个 判见影响力的角度 不要太过被年龄 年纪轻 二十多三十多岁 绑住了 被中间绑住 而忽略了 其实假如我们能够 往前看 前面的五年十年 这些二十五到三十岁的人 进入三十五到四十岁 他们其实应该可以成为 教会和团队的领袖 我自己在这一方面 有很多的一些的 体会和学习 我回想在世界华福中心 服事的时候 那做了两任十年 那到了第七年 就要开始思想接棒人 那上帝当时给我一个 很清晰的看见和感动 一方面看见 普世华人教会 老龄化的情况 普世华人教会领袖 也倾向老龄化 那心里的很强烈的负担 那到底华福总干事 要交给怎么样的 年龄层的人 那上帝给我感动 所以当时我在上帝面前的 祷告是 主啊 求你一辈 比我年轻 二十岁 二十岁的领袖 那我也感恩在 那个过程当中 经过了很多的一些的过程 我就不详细的描述 经过了很多的过程 那上帝终于 让这事情成就 我心中的祷告 所推荐的人选 比我年轻 二十一岁 今天就是 世界华福的总干事 董家华牧师 我只能这么说 上帝给我的操练学习 要看见影响力 看见年轻一代的 这些的潜能的领袖 给他们机会 给他们时间 乐意的去塑造他们 培育他们 培育他们 化在同行 我们会看见上帝 真的会在我们中间 兴起下一代的领袖 不但如此 一般交棒的做法 是交出职位 比较少有交出团队 我这边也讲 我自己的一些的学习 我觉得传承 我们谈到交棒的时候 我们通常只说 到了时间 好了 我本来是做主席 把我的主席的位置 交给另外一个人 我是主任牧师 把主任牧师交给另外一个人 我们很多时候 以为交棒的其实 就是交出职位 我个人的学习经历 我觉得应该要强调 交出团队 交棒是刻意的过程 应该要帮助现有的团队 把对我的信任 对我的尊重 对我的服从 对等等的 转移到接棒人的身上 免得接棒人 还需要花极长的时间 培养自己的团队 而新团队尝试摸索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会担眼 甚至拦阻了教会 或者机构施工的 或者上帝国度施工的发展 我谈这些呢 是因为真的 假如我们很注重传承 我们注重从看见影响力来 这角度来着手的话 我们应该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认知 这个认知交棒不是把你的职位交出来而已 我们要刻意的把团队交出来 那你说把团队交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一些的学习 当这个过程寻找华府的总干事 那我的学习就是当有这个很清晰 上帝把董牧师放在我心中 祷告祷告 然后后来一关一关的过 那后来终于决定了 通过了 那从被委任 下一任或者后任的总干事 到董牧师接手 前后大概差不多 还有两年四个多月的时间 那我在那两年四个多月的时间 那我做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呢 我就刻意 我就刻意 把董牧师带进到我的团队 所有的开会 他一定在场 那当然那个时间点 因为2019年 然后进入到2020年 然后疫情就来了 那一段的过程当中 就刻意的用不同的方式 无论是线上的2019年 无论在实体 带他鼓励他到欧洲 去参加整个欧陆的 这个华府大会 那把他介绍给大家 让这个整个 整个这个 整个华府在欧洲的团队呢 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一个半的小时 那么让董牧师跟他们有交流 让他们认识 让董牧师能够分享 他的一些的背景 他的生命 他的服饰 那在不同的开会的场合里面 都把他带在旁边 或者在这个Zoom上面出现 等等 若是这样刻意的来进行的话 交棒就会顺畅 因为呢 我们首先 因为看见影响力 知道这一个接棒人 上帝要用他 但是过度的时间 那怎么样刻意的 不是交出职位 乃是交出团队 到最后交棒的仪式 结束的时候 其实董牧师跟整个华府的团队 跟世界不同的区委会的同工 已经非常的熟悉 已经认定认同他的带领 我认为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方面 传承的自以行 就是看见影响力 那如此呢 第二呢 我们要在操练 我们要落实传承 我们要看见与上帝 与他人跟与自己的关系 那这一边呢 我会从交棒人的角度 和接棒人的角度 来谈这个问题 传承中所交出来的 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 我们知道到头来是交在上帝的手中 由上帝来使用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所有的交棒的人呢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一定要操练 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棒子很难交 为什么这个华带同行这么困难 我觉得有三个主要的操练的功课 我们要去面对 我们要看见与上帝 与他人跟与自己的关系 那第一呢 就是我们要对上帝全然的信靠 我们要相信说 上帝让我开始走一条新的路 他就一定会带领 上帝带领我走一条新的路 我到了我这个地方 到了一个时间点 那么放下了 我要全然的信靠上帝 我印象很深刻 这个在我服事十年在华府的 这一个总干事的服事 那上帝给我操练学习 是他在带领 前面的路是他在带领 所以呢 因为全然信靠他 所以呢 就可以交得出来 所以第二呢 就是放下自己 哇那个很重要了 而不再想是我的教会 我的机构 提醒自己 我不要走在上帝的面前 我觉得第二个操练 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特别我们在一个位置 上面久了 特别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主任牧师 机构的负责人 我们在一个位置上 时间越久的话 那个我的那个心态 那个mind mentality 我的那个心态 会越来越重 会越来越强烈 到了一个程度呢 我们就不太容易 进入到第三个操练 就是放手 我们对教会 对机构完全放手 因为相信也盼望上帝 能在我不在这个服事的 刚未上时 做比我再时更大的事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操练 特别我们交棒者 教会的领袖 我们在操练这个 传承交棒的时候呢 看见与上帝 与他与自己的关系 我认为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从对上帝的全能信靠 到我们能够愿意的 甘心的放下自我 到最后呢 完全对所服事的 刚位或者机构 或者教会完全放手 因为背后相信 上帝太伟大了 这个教会就算不 我不在也没关系 这个机构就算我不在 也没关系 但是我谈这一些的话的背后呢 其实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提醒 多年来 我自己的学习 也包括在很多 做领袖培育的一些的特会 当中 我经常提醒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交不出 或者我们放不下 我们离不开那个刚位 可能其中一个 可能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我们服事的群体 我们越服事他们 我们越让他们 越需要依赖我们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经常挑战 当一个人在一个 刚位上面服事超过十年 他其实要问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 这问题是什么呢 你认为你服事的群体 你服事的夜酒 他们越需要你 还是他们越不需要你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解释和反省 假如今天我在一个 服事的一个群体里头 越服事他们 他们越说 哎呀 陈牧师啊 我不能没有你啊 那就表明说呢 这个服事呢 就越服事让他们越来依赖我 依靠我 那这样一个服事 当然就没办法 从当中产生 或者陪同建立 一辈下一代的领袖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 当我说完全放手的意识 是因为我们走过了这个过程 我们的确尽我们的本分 我们信靠上帝 我们放下自己 我们学习放手 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 我们的的确确 把这一些人建立起来 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身上 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 这一个函石上面 那这不但是这一个 这一方面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的是 从接棒者的角度来看 刚才是从交棒的人 角度来看 有三方面 就是要完全信靠 要放下自己 然后学习放手 那从接棒人的角度 我自己本身也学习这些功课 首先是什么 谦卑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自己本身过去也在学习 接棒不是取代 我们要清楚自己的角色 知道我只是理行上帝 放我在这个职位上的任务 不然的话 我们接棒人会常常感到压力 就是因为我要跟前任比 想要更好 更超越 其实上帝用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时间点 在相同的岗位上 我在说 上帝用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时间点 在相同的岗位上 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有这个概念 接棒是要取代我的前任 不是 谦卑 我们要学习 谦卑是说 在上帝面前 对自我的定位 看得合乎中道 谦卑所强调了 我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定义 谦卑是看 自己 所没有的 做上帝 要我所做的 我认为这是很简单的 谦卑的解读 谦卑不是看自己 所有的做 自己想做的 谦卑 而是看自己 所没有的 做上帝 要我做的 所以今天上帝 把我放在一个 身份 一个岗位上面 我接棒的时候 我的态度就是谦卑 就是相信上帝 把我放在这里 有他的心意 那我就顺服信号 按照他的心意 给我的意向感动 然后跟做团队同工 大家一起往前走 都需要做 跟前任比较 我一定要比他更好 一定要做更大 一定要做等等 我觉得这一些的思想 都可以放开 那不但如此的谦卑 第二呢 要耐心 耐心是什么呢 无论是交接职任 或者是交接团队 或者交接影响力 我们怎么样顺利 怎么样成熟 它还是一个过程 那意思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给自己 和给团队时间 因为需要一个 所谓磨合的过程 我们都很不同 所以这个过程里头 它会产生一些的张力 因此耐心是处理的关键 我们怎么样的去面对 我们就要有耐心 我们要学习单纯 信靠 顺服 所以因此呢 这个过程里头 一个关键的就是 要刻意的花时间 来建立关系 要学习 好好地处理自我 不要坚持自我 美好的传承的关键 是人 是人 要有健康的关系处理 也要从别人的角度 来看 更重要的 要学习 聆听 其实无论是交棒 或者接棒 其实我们要 把那个焦点 放在人与人 人与上帝 人与自己的关系 多年来 在华伦教会当中 服侍走动 我就发觉到 其实传承的 其中的一个难处 很多时候 不一定是机制的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不是一个教会 跟机构的组织 结构的问题 而是我们人 我们人呢 要么就是 我们就是 那个自我 自我的问题 要么 我们自我 可能比较强 我们的个性 比较强 我们跟人之间 很容易产生张力 我们的话语 很容易带来 一些的伤害 或者我们很容易的 就会在一个场合里面 就会以一种 所谓的 宣兵夺主的 一种的态度和概念 来呈现我们的 一些的看法 我们复制了 教会 其他同工的 一些的 他们在这教会 过去的一些 他们所参与的 服事 服出 等等 或者我们还没听清楚 别人在说什么 我们已经就 我们就切入 我们就开始 就是高谈 高谈破论 就开始把一些东西 搬出来 学习聆听 耐心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提醒 那不但如此 要有 这一个 谦卑耐心 第三 我们还要 好量 服事对象 所处的文化的环境 我们相信 上帝在他的国度里面 调拼 派这个潜将 这个惩罚 功能连根霸起 放在全新的地方 事奉 我觉得这是 经常发生 对不对 很多人离开 像亚伯拉一样 离开 本家 本族 本国 到了别的地方 连根霸起 我想这个 会经常发生 那因此呢 不同的地方呢 有不同的文化 所以呢 这是老生常常 但是去 常常会被破裂 所以我们 要明白 有些地方 他们很强调机制 强调法规 但是有一些的区域呢 他们很看重 情面 即使可能我们都是华人 都在华人的体系 华人的这个群体当中 但是我们文化 还是不尽相同 那当我们讲华人的话 那华有很多嘛 有些是在 在中国 也是在台湾 在香港 在东南亚 在大洋洲 澳洲 纽西兰 在欧洲 在北美洲 在中美洲 在南美洲 在非洲 那因为呢 这些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区域 也不同的一些的 文化的系俗和习惯 甚至一些的价值观 所以经常呢 会带来一些张力 因为这一些的不同 就带来张力 那同样的 在这地方 操练学习 我们要为对方考虑 因为不同的文化的环境 学习放下自我 为对方设想 以至于我们不会 意味的提出 什么不好啦 什么 哎呀你们这样做不好 你们这样做不好 其实我们都还不了解 别人的处境 和他们某一种的 文化的色彩 某一种的 他们的系俗的习惯当中 我们就已经说 哎呀你们这样做 就不好的不好 我们其实反过来 我们学习 明白 所处的 不同文化的环境 所带来的一些 之间的一些的 不同 从这些不同当中 我们学习 怎么样去聆听 怎么学习的 更多的去了解 以至于这整个的 所谓的交棒和接棒的过程 就能够看见 上帝在当中的一些的作为 好 第三 看见生命伙伴 什么意思呢 刚才说过了 我们不然要看见影响力 从交棒和接棒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看见与上帝 与人跟与自己的关系呢 那这个交棒接棒的传承呢 我们要学习 看见生命的伙伴 作为领袖呢 通常是很孤单的 因为呢 可能说不太敢打开自己 于是说很难 让别人接近我们 亲近我们 也不容易进入到 别人的生命当中 那这有些时候会拦阻了 团队的关系的发展 也因此呢 会造成孤立 甚至呢 会天向没有问责 英文叫accountability 因为呢 孤立嘛 因为的孤独嘛 所以呢 就很容易让自己 很容易让自己 陷入骄傲和诱惑 其实 无论从接棒和交棒的角度 当我们强调 化带同行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操练学习 我们要主动的 能够打开自己 我们要主动的 愿意的 走进别人的生命 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会很容易的 自己本身孤立起来 那会让自己 容易的 陷入一些的困境 那好像是您所说的嘛 你假如是 把一根财抽出来的话 那当然呢 那就失掉了 那个所谓的团体 彼此之间的那一种的 凝结力 那一种互相的 那一种生命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看见 生命伙伴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其实教会就是一个群体 那是一个community 是一个群体 我们是一个信心的群体 我们是一个爱心的群体 我们是一个盼望的群体 那作为领袖 我们无论是交货的街 其实更是要凸显 这个重要的属灵的一个品质 同工是事工的关键 这是我们要明白 当我们强调看见 生命的伙伴的时候呢 我们是强调 我们都是 同工 接棒者需要了解同工 不是在事工上 不单不是在事工上了解这个人 而是在生命上了解 那这两句话 我希望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 做领袖的 很容易在事工上去了解人 而忽略了 在生命上去了解人 所以我们可以做同工 只要有事工在一起 我们就什么都可以谈 但是把事工拿掉以后呢 我们就变成陌生人 没有东西可以聊 我们进不了现实的生活里头 我们进不了关系里面 我们进不了婚姻 家庭 个人 以上力的关系 职场 等等 其实我们要了解同工的关系 生命的伙伴 当我们打开自己的生命 同工也就会打开他们的生命 建立透明 建立透明坦诚和互信的关系 我们不仅为事工同工 我们更是生命伙伴 我这边讲三个东西 透明 坦诚 互信 其实这个很重要 这是生命的伙伴 当我们强调传承的时候 我们要操练这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 最后要看见上帝要做的事 我们应该很兴奋 当我们服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开始想为上帝的国度 我们要开始想说 要兴起下一代 这个叫跨代同行 就交棒 那我们应该要兴奋 要看见上帝他所要做的事 不是透过我们 而透过下一代 因此我们这边就提一些的概念 最合适的传承 是门徒生活操练跟领袖塑造 就是discibership 跟所谓的leadership development 领袖塑造和门徒生活操练 理想的话 一到三年的准备的时间 一步一步的来落实 理想的传承 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关系 彼此欣赏 彼此接纳 虽然会有摩擦不合 这是在所难免 不过呢 假如真的发生严重的冲突 有时候会出现 那导致同工 可能关系受拦阻 甚至破裂 出现伤害的原理或行为等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回到 所谓的3R 那在我还没讲 最后的3R之前 让我简单的说一说 其实我们要看见上帝 要在我们华人教会也好 华人机会也要做的事 其实一方面我们期盼祷告 我们要见证上帝要做大事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也要预备嘛 我们从今天特别做教会的一些领袖来看 无论是在哪样的范围 可能是主日学 可能是团契 可能是圣业服侍 可能是宣教 可能是等等 在不同的领域 可能是掌持会 可能是牧师传道等等 那我们要看见上帝在我们中要做的事 我们作为领袖 我们就要刻意的思考 怎么透过门徒生活操练 和刻意的领袖的塑造 来去陪同 使年轻一代的 这些潜能的弟兄姐妹 他们能够 英文说Rise up 他能够被上帝兴起 意思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刻意的去寻找 我们要刻意的去挑战 我们要刻意的去聆听 我们要刻意的去鼓励 甚至我们要刻意的去责备 看见有一些应该是要这样的 回到圣经的原则 怎么样来去反诚的去面对 那当我们以这样一种的方式 来看待传承的时候 我们要看见上帝 要在我们的教会也好 在机构也好 将要做的美丽的事情 当然我刚才说过 可能是说 这些所谓的传承的过程 可能会发生一些的困难 问题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拦阻等等 教会经常会出现这些困难 教会产生了一些的争执 甚至现在到华人教会 经常听到有这一方面的信息 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 怎么去处理呢 我会提出三个R 那这三个R 第一个是 我觉得没有别的途径 当教会出现一些 特别领袖中 出现一些张力争执 甚至一些的伤害 甚至破裂或者分裂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应该要做的 其实就是 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圣经的不能妥协的原则 然后我们才可能进入到 所谓的和好 reconciliation 不然是repentance悔改 而且我们要进入到 和好 那和好其实 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它牵涉到面子的问题 自己向上帝认罪祷告 好像比较容易 这个做成以后 要进入到 要跟对方 跟我们之间有张力 有误会 有误解 有创伤 有等等 要能够和好 要道歉 要请对方 原谅 要宽恕对方 要接纳对方 我觉得这个 是非常不容易 这其实是圣灵的工作 在我们心中 我相信一个真诚认罪悔改 在上帝面前 圣灵会责备我们 会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能够走出 我们的这一个 所谓的范围 走向和好的那一方 来跟他们 在基督里面 用爱彼此来方束 来接纳 来和合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会经历 真正的复兴 Revival 从悔改到和好 到复兴 所以求主帮助 让我们 对于传承 这样一个观念 无论是过程 或者是关系 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带领 因为交棒者跟接棒人 都是上帝的工人 服侍的机构 或者教会 都是国度的施工 所以当我们再次 把这些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把它整合在一起 我们求天父保守 无论今天在教会也好 在机构也好 让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 让我们学习 看恶人比自己强 要顾别人的事 以基督 耶稣的心为心 但愿我们华人教会 再次回到保罗 在天摩太后书 第二章一到二节 所说的 盼望我们真的 能够 发贷同行 一代 传承一代 我们这一代 怎么样的去帮助 下一代产生中青代的领袖 甚至看到下一代的一代 我们看见现在的三十多岁的 我们同时看到下面的 可能十多岁的 我们能够不断的 有划三到四代 这种所谓的交棒的 这样的一种的心智 透过现实 在教会的事奉生活 跟人建立的关系 求主 更新我们的生命 我再次说 其实谈到 交棒接棒 最终其实还是回到 恶人 与上帝的关系 那其实是最基础 唯有当你和我 能够在上帝面前 谦卑 然后我们透视这个时代 特别我们华人教会的处境 我们的光景 我们需要上帝在我们中间 来复兴 他的教会 来复兴 他的子民 那我们作为领袖的 要学习 怎么样的教 也求上帝恩待我们年轻一代的 也学习 怎么样的去接 好让未来华人教会 在这个时代 变动的这么迅速当中 我们中青代的领袖 继续带领 让教会 在这变动的时代当中 死守那不改变的真理 稳差在基督的磐石上 继续带领教会 往前行 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恩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机会 一同来思考 特别华人教会机构 面对下一代领袖 接棒的问题 这一代领袖交棒的问题 帮助我们继续在你面前思考 也继续做检讨 我们从你面前有领袖有学习 在我们所服侍的岗位上 求天父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重视 按照你的心意 我们能够学习 把你说交于我们的智责 我们尽心尽力 我们尽本分 来服侍主 但同时我们看到主的心意 让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的服侍 能够一代 传承一代 我们感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在我们中间居首位 掌王权 我们如此献上感恩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